一部出色的黑色幽默喜剧,身份、地位和金钱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,唯有爱才能拯救人的灵魂,所谓意外制造公司根本不存在,那是一个象征,象征无求的物质欲望,那是可以杀死人的。 这部影片给了很好的两个议题,死亡和爱情,人生中会有无数个瞬间想要离开,但当那一天真正到来,意外的美好总让人想到延续或推后,所有的矛盾纠结都源于那些真正走进内心的爱,活着真好,别惧怕苦难,幸福总会相伴而来,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。 在世被恩赐的一切喜动哀乐都是灵魂在今生的体验,用心完成这一世的课题,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,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,在它来临的时候,及时行乐,好好爱。 电影总是有这样的好处,让我们从别人的人生中体悟到自己的道理。 外面的太阳很好,地面也完全干了,昨晚下的暴雨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,可是湿润的泥土, 湿液的汁液会告诉我们那场雨下得多么畅快,也多么重要,我们都走向同一个终点,在这个旅程中,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体验,无论哪种都会留下它的痕迹。 感谢您的观看,期待您的评论,我们下一期。